- 进入广告广告腾讯视频里,QQ看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,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,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立即下载错误吗? - 某某XXX我要反馈暂停下一集,0.1.54分直播,1.54分弹幕,高精超清720p高清480p标签,270p倍速0.5乘以1.0乘以1.25乘以1.5乘以2,0X倍速播放在这里全屏,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下一,各机将播放取消广告广告战报上-4比以全件赞生,刺激奥斯卡刷。 - 刺激奥斯卡刷无类,10.50%,75100V,0027S,E-Piles,播放模式Chromials,分辨率1920x1080视频,宽高848乘以480音,量50视频协议。 - 下载速度缓冲质量帧数错误,麻烦本号3.4.37,2018年7月21日15-01-57, 播放流水F3A172A9F113CBDRF68012713469A15E70201,本地日志点击下载,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,看完整版战报上-4比1全件赞生刺激奥斯卡刷小无类,10点按住画面移动小窗X, - 腾讯体育8月1日训,2018中超第15轮,上海上方主场4比1天津全剑,都是两连胜,此一,埃尔克森,胡尔克各入一球,奥斯卡每开二度,无类罚丢点球,全剑由帕托空入任意球世界波,此一结束,上方击分达30分,在国安版轮位赛情况下升至次席,比赛交点亚运版U23政策执行, 未被战级将到来的亚运会,U23国族已展开集训,故而本轮将开始执行亚运版U23政策,无类失点措施登顶良机,上轮赛事,无类破门后期中超总入球打88球,追平韩彤并列中超总射手榜防守,时至本轮,无类罚丢点球,措施独霸中超总射手榜,防守的绝佳契机,香港独联赛两连胜,进两轮, 上岗连续战胜人和宇全剑,杜雪联赛两连胜,目前,上岗基本达到30分,在国安半轮位赛情况,下升至机分报刺席,精彩回放开局仅仅38秒, 孙克前场先左侧,接传球送出之三,苏元杰前插接应该球员进去湖,突入禁区,面对门脚单刀推着破浪,不过边才早早举棋事业越位,经过VAR确认,裁判组判定苏元杰越位在先,入球无效,第五分钟,于哈在前场左边路,接到奥斯卡奔球起左脚传中, 来福在后点的无类高高越起强点投球掉射,张路飞升越起双掌将球挡出,雷文杰跟进补射,全静元及时退防封堵金角,批球击中立珠弹回,到雷文杰身前且被雷文杰碰出底线,第十二分钟,上抗现场围攻前线,蔡惠坎前场左路靠近,进去线附近的球,随即起右脚传中,来福在门前的埃尔克森高, 高越起力压全静元强点帅投攻门命中,一比零,上抗许得梦幻开局,第十八分钟,奥斯卡前场中路的球之三,张修伟身退倒了一下,皮球弹到埃尔克森脚下,埃尔克森在禁区前果断起左脚远射,皮球偏门而出,一分钟后,胡尔克前场右路带球内切,突然起左脚远射将球打飞,第十六分钟, 奥斯卡在本包进区前追防苏元杰时犯规,全剑获得任意球,怕拖主把其右脚攻门,皮球越过人墙的空中,跨出一道弧线直挂球门此久入朗,一到一,全剑追平比分,第十八分钟,上抗侧动快速反击, 与海阶队友常传带球员左路下抵抗中,王杰在门前抢点头球解围不远,埋伏在禁区中路,的胡尔克将球卸下随即起左脚抽射, 吴威与尼昊仑当时洽站在皮球运行线路上,皮球一四擦门前球员,身体发生轻微血射入网,上抗取得2-1,第三十三分钟,上抗后场断球组织反击,奥斯卡带球推进,到前场将球分给埃尔克森,埃尔克森随即起左脚远射, 皮球击中王杰身体弹到雷文杰身前,雷文杰突入进去迎球抽射,皮球稍稍高出衡量,第三十七分钟, 胡尔克前场中路的球直传进去胡,奥斯卡迎来球脚后跟会敲,胡尔克跟进迎球起右脚远射,皮球偏门而出, 几分钟后,孙克征定时每股处破裂,血流不止,对异迅速入场处理伤口进行包扎, 孙克很快重新投入比赛,上半时补学阶段,全剑全场侧动,攻势,孙克中路赢高空球,将球垫到禁区胡, 埋伏在此的王杰迎来球将球垫入禁区,帕托反越位前查延右路投入,禁区将球卸下随即面对门将挑射, 皮球滑门而过,半场结束,上岗2比1领先对手,下半时开局仅仅17秒, 王杰本包进去前的球直传教室日,奥斯卡突然上抢从教室日脚下断球将球分给埃尔克森, 埃尔克森平球协传无垒,包抄到进去边缘的无垒迎球回敲, 奥斯卡跟进在进去胡营球起左脚抽射,皮球钻入球门左下角, 上岗取得3-1,第48分钟,上岗策动反击, 与海带球沿左路突破船中,埋伏在后点的埃尔克森越起强点投球攻门, 张路飞身侧扑将球挡出,包抄到门前的无垒迎接围球腾空, 越起侧身其左脚扫射,皮球稍稍偏出,两分钟后, 胡尔克前场右路接到王生超分球,胡尔克随即带球内切, 在禁区外起左脚进射,张路在门前稳稳将球抱住, 第52分钟,全剑组织进攻,全竞员将前场左路接外球置入小禁区, 赵迅日突然前叉高高跃起,强点投锤攻门, 严俊林在门前稳稳将球接住, 第53分钟,赫棍后场断球后,利用长传球发动反击, 奥斯卡与胡尔在左边路完成撞墙式传切配合, 奥斯卡接传球带球沿左路突入禁区, 其连续晃过王杰与江城后在门前起右脚抽射, 张路在门前扑了一下, 却未能阻止皮球入网, 上岗取得4比1, 奥斯卡连续量场没开二度, 第57分钟, 上岗后场断球侧动反击, 时刻送出直传球将球传给胡尔, 胡尔接球带球长途奔袭, 沿左路突入禁区, 王杰追放过程中将胡尔拽倒, 主裁潘马宁果断叹了点球, 紧接着, 胡尔主罢点球起右脚攻门将球踢飞, 从而无缘超越寒鹏88球, 升至中超总是首榜榜首, 第59分钟, 胡尔克在前场右路接到吕文君分球, 胡尔克带球内切, 突然起左脚近射, 皮球稍稍高出横梁, 第67分钟, 全剑再度在对方进区前获得任意球, 怕拖主把起右脚攻门, 皮球远过人强稍稍高出球门横梁飞出底线, 第72分钟, 上岗全场组织进攻, 李胜龙在对方进区前接到蔡惠抗传球, 李胜龙随即转身起右脚抽射, 皮球稍稍偏出, 三分钟后, 奥斯卡将前场任意球掉入禁区, 于海严左路突入禁区跃起投球百度, 埃尔克森在中路将球卸下随即转身抽射, 张路飞身侧扑将球挡出, 第81分钟, 保罗所大不满的别判罚, 在唱片情绪十分激动, 主裁判马宁随即跑到唱片与保罗沙所进行交流, 索性, 两人均控制住了情绪, 为了是太阔大化, 最终, 上岗主炒4比1取胜, 数据分析通过数据可见, 上岗在数据端占据优势, 取胜在行李之中, 空丘率上, 上岗百分之五十二点五, 全剑则百分之四十七点五, 抢载数据, 上岗十五账十, 传球总数, 上岗四百三十八比三百九十九领先, 叫球数据, 上岗二比四落后, 至于射门方面, 上岗全场二十三次射门九次射正空入四球, 全剑全场九次射门三次射正空入一球, 在后生音导罗所大, 我们缺少了几名主力球员, 对于球队影响很大, 尤其是怀念维特赛尔, 对手中场很强, 需要维特赛尔这样硬朗型的球员, 佩雷拉, 这就是我需要的团队足球, 我们在七十分钟的时间踢出了高水平, 全队的攻防很有连续性, 在最后二十分钟, 速度有些放缓, 这也正常, 需要为下一轮做准备, 双方阵容上海上岗首八阵容, 四岗三岗三, 门将, 一言俊令, 后来, 二十一余海, 五十颗, 二十八鹤冠, 四王山超, 中场, 六菜会康, 阿尔斯卡七十六分钟, 十五林创意, 二十四雷文杰, 又二三四十六分钟, 十一一, 吕文军, 前锋, 七五为六十九分钟, 十四李圣龙, 九埃尔克森, 十胡尔克, 天津全剑首发阵容, 四看二到三看一, 门将, 一张鹿, 后卫, 二十五米号轮, 二十一全剑圆, 三王杰, 十八张城, 后夭, 七张蓄热七十七分钟, 六, 裴帅, 八张修为又二三, 前卫, 三十八尊可四十六分钟, 二十七, 莫德斯特, 三十九, 王永破, 十七苏元节, 又二三五十四分钟, 十柔正大轮, 前锋, 十帕托, 文出CM免责声明,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团自媒体, 不代表腾讯网的挂, 电和立场。